与通 欢迎收看古奇来点名 那今天整个大盘开低 走高 虚惊一场 那昨天道琼 昨天晚上重挫 那今天来讲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盘是 我昨天跟大家谈什么 我说你要去注意11月的低点 11409 那今天呢 今天低点刚刚好来了 测试这个支撑嘛 11415对不对 那在12月的时候 这昨天 这里很重要嘛 因为这三个月前 季线是扣底这个位置 然后今天呢 昨天跟大家提到这个位置 对不对 今天来了11415 这里11423 这里11409 所以呢 11400点附近呢 它形成一个强烈的支撑 而且呢 都是怎么样 都是留下影线 那另外今天还有一个特点 今天呢 量增加了 开低以后 往上走量增加了 那这个特点跟哪里一样 跟这里一样 所以这里地方呢 11409就变成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 连续留下影线 所以我说呢 专注当下去选股票 那每一次都是这样子 包括呢 每一次大家去回顾 去年 每一次拉回重挫 每一次都是危机 每一次大家都很紧张 可是每一次都错失赚钱的机会 那这里问题在哪里 还是一样 全世界资金太多 钱太多 到处跑 然后他买 一定买什么 一定是买高值利率的股票 那我最近一直跟大家提到呢 除息快来了 4月开始陆陆续续除息了 然后呢 台积电是3月19号除息 那除息的时候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呢 你农券要回补 那第二个呢 外资会买什么 他会买高值利率的股票 因为在欧洲呢 他目前还是互利率嘛 那台湾一person 那高值利率的股票呢 钱太多 钱就会去买那一些股票 所以我说呢 专注当下 机会来了 你要不要去把握 那今天台积电呢 有没有跌 今天小红哦 我说台积电 最大的资深在这里嘛 今天呢 小湖拉台 对不对 连300块都没碰到 这还是一样 是一个多头架构 那目前来讲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要接着跟大家谈什么 同样在11月的时候 第一个 拉回大家很紧张的时候 第二个 已经大涨一段的时候 很多人在这里放空啊 你去回顾一下 那很多人在这里空手 结果呢 我用这两个做比较 这样最简单 这11月 这2月 同样指数的位置 我说专注当下 对不对 如果在11月份的时候 专注当下 是买什么股票 大盘中错 如果跌回11月的低点 目前是跌回 11月的低点 对不对 那时候我买原相 世界 汉坛 微影 那大盘回到 11月低点 这几档股票 目前的位置在哪里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会员 实际上操作了股票 也是操作了实力 11月的时候 原相在这里 目前在这个位置 那你对照大盘吧 11月在这里 大盘在这里 一样原地不动啊 可是 它这里涨多少 涨幅超过五成 从110 120 涨到现在 1900 200 是不是超过五成 那我当时怎么跟大家谈 我说专注当下 选股对不对 我说你要冷静嘛 那这里跟这里是一样的嘛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档 我以这11月 这是二月 大盘上去又下来 可是这些股票 为什么一路涨 为什么一路涨 第一个基本面成长嘛 第二个法人所担啊 大家记不记得这张图 我一直强调的 你一定要把它记起来 第一个呢 你买进的时候一定是在怎么样 技术面在低档嘛 不要去追教 永远永远 不要去帮别人抬教 你一定要想尽办法 做教 那如果你做不到 那你跟着我做 我会想尽办法让你做教 那基本面成长 至少呢 你平均大概赚了两成了嘛 筹码面再锁定 你就可以赚两成 五成 甚至一倍 操作模式就是这样子嘛 重点是你怎么找到股票 这围影 11月一路涨 对不对 汉堂 虽然拉回整理 可是这一段呢 还是赚嘛 那整理完了 他这些小红 还是会往上走啊 至少在这里没有风险 对不对 世界先进也是一样嘛 那这几档有什么特色 第一个呢 没有追教哦 没有追教 都是在第一位阶 在第一位阶 在第一位阶 对不对 那往上呢 就转波段嘛 轻轻松松的啊 那你回过头来看 这个地方呢 你要去找 还有没有哪些股票 像原相一样 可以在这里去布局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原相那时候买呢 11月多 11月初 这是原相 这是11月 这是一个什么 头肩底价够在这里 在这里 在这里整理 事后讲都很准 但是呢 在当下 我帮会员找到这一档股票 同时呢 我带会员买进 而且我不止一间 在电源上讲 你要跟上脚步 这是原相 这是11月车 这一张 对不对 这个也是原相 那这两张差别呢 我特别又再讲了一遍 头肩底 下沙的量 越来越少 上涨的量 越来越大 这技术面 代表什么 代表这个底部确立嘛 下沙的量 越来越少 上涨量 越来越大 代表什么 代表这里 已经有人在进货了嘛 那这一个头肩底架构 还没涨的时候 然后在这里呈现量缩的时候 我希望你看得懂量价关系 那这里是不是一个绝对的买点 至少胜率达到90%嘛 筹码很稳定 才会量缩嘛 那这里有进货以后量缩 这原相 这个也是原相嘛 起涨对不对 这个也是原相 不止讲一天 当时来找我的都赚到了嘛 这是周K线的原相 这是日K线的原相 结果呢 这一段 这一段 周线就等于这一段 那周线呢 也是足底 所以它一喷 喷多少 喷五层啊 然后你等到11月15号的时候 它一根涨停冲出来了嘛 是不是全部都奏教 是不是全部都奏教 那这一根涨停出来以后呢 那时候在133.5对不对 这周线嘛 突破对不对 这是日线往上走了嘛 结果现在多少 150 170没有哦 现在190200哦 那这个地方多少 120附近嘛 这样有没有赚到五成 有没有赚到五成 我用这一档股票做例子 那我希望呢 在大盘 在这个地方 你要专注去选股 每一次押回 都是你赚钱的机会 但重点是 你要选对股票 好好的去布局 找一些技术面低档 基本面成长的股票 在这个地方去卡位 利多公布以后 你赚两成 筹码锁定的会赚更多 如果你找不到 如果你找不到 你把电话拨通 我们休息一下 运达特布 好看 我们在这啦 今日起身装 运达特布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明师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特布APP 货电02-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 也了解您 关心的是竞争力 变大一步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创意比赛 竟在运通 欢迎回到现场 我们再看一看 华琴这档股票 这档股票我们出金了 可是这档股票 今天 还是更大气 我要跟大家谈什么 第一个 我为什么出 因为它短线 在这里一月底 一月底 春节之后 种错的时候 它短线连续涨 涨得接近四成 所以我把它卖掉 卖掉以后整理 它为什么跌不下去 今天又大涨 原因在哪里 因为它是成长股 因为它是成长股 因为筹码很稳定 基本面成长 涨了四成 这里支撑 它未必会跌得下去 那相对的 很多股票 涨都没有涨 往下破底 那差别在哪里 就是你怎么去选股 你的持股绩效 你有没有买对股票 这档股票也是一样 地位接对对 这是比较 一月份的事情 当一月份的时候 大盘在这里 10月 11月 12月 1月 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也跟讲的都一样 专注当下 那那大时候 1月份的时候 我们来看 这华琴 整理末端 对不对 1月份 这个位置在哪里 这位置就在这里 那有没有受到 武汉会员的影响 有 开低以后 然后往上走 那为什么在这里买 跟原相一样 这是日K线 对不对 那周K线 我想投资人都很清楚 我很喜欢用周K线 去抓波段潜力股 那华琴 周K线那时候在这个地方 这多少 7658到附近 这日K线 这周K线 到最后涨到哪里 涨到这里 这两个 115 对不对 115 120 周线是不是来到这里 还超过这里是100块 那这一段 这一段是波段 那这里 它是不是一个底部架构 它是一个方向 像上的一个 景线区 这个地方买 然后赚这一段 这什么时候的事情 这是1月份的事情 是上去了 那上去了这里为什么卖 量也比较大了一点 但还不到头部量 那我说过 因为短线涨市城 所以我把它出掉 那至少这里 等据来讲 差不多在这里 对不对 那你在这里买 你目标价就定在这个地方 大概有四成的空间 是不是漏袋 是不是漏袋 那这个地方出现什么问题 技术面低档 基本面成长 那你至少会锁定两成 对不对 那法人再锁单 你就有机会再一直赚 那这一档股票 那我们赚了四成先离开 我只要跟大家谈什么 每一次操作的理由都是一样 低位阶不要去追涨 再怎么样都不要去帮别人抬轿 那你要想尽办法坐轿 这样上去对不对 卖掉以后 这种股票整理还是没跌 但是有一些股票往下重挫 那我要跟大家谈 大盘在这里的二月份 它是一个整理盘 二月份它会是一个整理盘 跟11月一样 但是个股表现不一样 原相从这里就往上涨了 对不对 围影在这里也往上涨 汉唐在这里也往上涨 大盘跌 但未必会跌 那目前还是一样 二月份在这个地方 那我希望你专注当下 跟着我坐 我们休息一下 运达客户 好看 弄得家啦 举起身装运达客户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明师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投顾APP 货电02-2781-0909 2781-0909 现在当YouTube硬通财经台 人好时间 人好时间 人好地点 听到看到 YouTube日市店间 线上直播最中心 分析师精准团事解析 水算水看 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不管是自己 阿咨在一起 欢迎回到现场 给大家看一下当时在这个位置 这是1月8号 华秦78到79 买进全部成交 因为那时候还没涨 后来往上涨了 从这里开始做教 这79到哪里 2月7号出清 2月7号在哪里 这109之上这附近 这79 这109 那是不是至少30% 39% 那这一段 这里买对不对 没有追价 然后华人挤买往上走 短时间内 这次武汉会员发生的时候 这次一尾队开红盘的时候 开梯走高 然后连续涨 这样是不是39% 这是华人 技术面低档 基本面成长 华人如果守单 他就有机会让你赚到五成 对不对 但是我不贪心 我四成先走了 那这是1月 操作实力 地位皆成长股 然后他当然也有调节 那调节以后 还是在这里做整理 那我要跟大家谈什么 绝对不要去帮别人抬教 你要想尽办法做教 那1月份的时候 我们买这一档股票 是做教的 但是在1月份的时候 我们建议把郁金光卖掉 对不对 这是1月 因为有人拒绝郁金光掉下来 这隔着 起来 不能去人抗教 掉下来这一跌跌多少 跌100块 这里一涨 涨四成 那今天花这些时间跟大家谈 谈什么 谈操作观念 第一个呢 第一位皆 你要懂得做教 第二个 你要买的是成长股 那大盘在这个地方 你要去注意 土埔现在在这里 在整理 跟这个地方其实是差不多的 那这里春节之后也中错 那春节之后中错的股票 我们同样的嘛 春节之前 我说我所有会员持股全部赚钱嘛 全市场没有一个人这样讲 这是一位里扎 春节之前 春节之后这些股票呢 31 2月2号 2月6号 2月11号 不断的创新高嘛 可是春节之后 跌多少 跌了1000点嘛 很多股票破底 但是呢 这些股票呢 刚刚讲的华琴 创新高嘛 微影往上走 原相也在涨 金财也往上走 对不对 台郡也往上走嘛 包括环球金 一档一档操作 那我跟大家谈的是操作观念 大盘在重挫的时候 你要冷静下来 你要去想一想 有哪些股票是最后洗盘 想一想 4月份开始要除息了 戏尾婚 那除息的时候呢 外资法人最喜欢什么 一定是业绩成长的 稳定配息的股票嘛 因为在欧洲是互利率啊 在台湾只有1% 那我之前跟大家举例啊 你像台积电 台积电3月19号除息 大概应该可以除息3块钱 那那300块左右除息3块 就是1%嘛 就等于一年的定存利率 但是台积电 它一年除4次嘛 所以它4倍的定存利息 那类似这一类的股票 现金殖利率大于4%的 这些股票呢 由你努力去找 但是有一些涨上去了 那你再去找呢 有一些还没涨的 然后现金殖利率有4%的 它在做最后洗盘的 那你去买 你就有机会赚钱嘛 我还是一样在举例啊 这样之前 世界现金在这里啊 也是一样整理末端嘛 那时候跟大家谈什么 它现金殖利率有5% 这也是世界现金嘛 后来它涨上去了嘛 后来是不是涨上去了 那你不止有股息 你也可以赚到股价嘛 那你如果涨上去了 你觉得够了 那你可以卖掉啊 你可以不参加除息啊 我说现在你真正需要的是一个 带你赚钱的老师嘛 趁大盘震荡的时候 那我昨天要跟大家谈什么 我们讲到像台郡 台郡这一档股票呢 它为什么大盘在跌了以后 它可以往上创新高 我记得之前跟大家谈什么 大家注意一下它基本面 它第一季赚0.37 第二季赚1.13 第三季爆发力出来 赚4.79 第四季赚5.19 光是去年下半年 就赚了大概10块钱嘛 那你要去看它股价多少 它股价100块附近嘛 100多块嘛 所以像这种股票呢 都是买点嘛 但是不要追 追的话就帮别人抬轿 在整理的时候拉回 或者在低档区 你都可以去买 类似这一类的股票 当然你现在买 也是可能帮我抬轿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告诉你呢 操作上 你要有操作上的一个观念 你才有可能会赚到钱嘛 就好像台郡呢 他公布第四季获利以后 他就跳空涨停嘛 那如果你低档有做教 低档满意就做教嘛 那目前在涨停附近 做整理对不对 那你相对的 你再看一看他做K线 他也是一个头肩底架构嘛 我到底这边 有没有机会来到这里 应该有嘛 应该有 对不对 基本面成长 股价在低档嘛 那涨上去以后呢 你就是做教嘛 那至少这种股票呢 你在低档买进 你利于不败之地啊 那目前来讲 来到这里 要不要追价 那你自己去考虑 你自己去考虑 那我要跟大家谈的是一个操作观念 我认为它还会涨 我认为它还会涨 那当然你现在买成本会比我的高 那我要跟大家谈的观念就是 你要趁大盘在震荡整理的时候 你把电话拨通嘛 就跟当初大盘现在跌回 11月的低点 对不对 但是这几档股票呢 它有没有回到11月 没有啊 五成嘛 这也是五成啊 重点在选股嘛 大盘在重挫 包括武汉会员 大盘在重挫 那你才知道呢 谁在浑水摸鱼嘛 你才知道操作绩效对不对 你只能买低位阶 高值利率的股票 这样你才有机会做教 而不是帮别人抬教 趁大盘跌的时候 我像你把握机会 跟着我做 不止11月 12月 1月都一样 重点是 你怎么样去选股 把电话拨通 谢谢大家 本服公司 一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运达客户 好看 弄在家啦 即日起身装运达客户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名师为您 及时解盘 也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客户APP 货店02-2781-0909 2781-0909 最大准班 好啊 小心啊 小心